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28表示是去掉的 那3表示的是还剩下的 那我们通过今天刚才老师说的 我们学习一下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 那有余数除法的求伤方法 那在除法术史中 事伤的方法和除法横式当中 事伤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同学记住了七和几相成的鸡 接近于43呢 如果我们先上五 五七三十五 那鱼几了 鱼八发现什么呢 鱼数大鱼除数了 那说明商小了 我们的办法就要把商去增加 那我们看下一个 如果我们现在上七 七七四十九 那发现你发现 我们不够解了 就是43解49不够解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能倒着解 也不能用49去解去43等于6 这样做不对的啊 不能倒着解 所以说说明我们的商 商大了是不是 说我们办法就是啊 商减小 那我们看 那么这回上几呢 在除法算当中 试商的方法完全不要 七和几相成会接近43呢 我刚才试五有点小 试七有点大 那么试几了 十六 六七四十二 那43解去42等于一 就是去想 七乘以几会小于43 这个括号里边应该是填最大的 因为比如说老师说 2714也小于43 是不是啊 我如果这括号写3 3乘以721也小于43 虽然他们都小于43 大家括号为什么不填二和三呢 这要求了五括号里边填的是啊 最大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填的是啊 六 那么这填六是最大的 这就是我们求有余数的求商方法 那我们把这个填上 试我们应该是 43除以7等于6 约一 这个6一定要记得和这个3上边和30对齐的 千万不能和4对齐啊 商要对着背除数的各位 不能千万不能和4去对齐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练习一道题 26除以4等于多少 那我们想想 4乘以几会小于26 而且乘的这个数要最大 比如老师说 4乘以3等于12 是小于26 但这个是最大的吗 不是 比如老师说 是5呢 4 5 20 是小于26 但也不是最大 那应该是填多少了 应该是填的是6 4 6 20 4 于几了 于2 所以我们26除以4就等于6 于2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59除以7等于多少呢 如果老师说 57乘以几会小于59 而且这个数是最大的 括号里边这个数填是最大的 那如果填7的话 77 49 49是小于59 但这7是最大的吗 不是最大的 那我们如果填9呢 7 9 6 3 发现是比59大了 不行 说最大是填的是 8 7 8 56 59解去56等于多少 于3 说59除以7等于8 于3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练习两道题 看一下这个判道题 是不是正确 错误的 请改正 先看第一个 18除以3 他说少5 于3 这个对不对呢 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余数 和我们的除数 相等了 就是余数3和等于我们的除数3 这就不可以了 这是不对的啊 我们余数不能等于除数 应该正确应该是18除以3 应该是上6 直接就等于0 相当于这个没有余数 看下边照题 13除以2等于几呢 这样写 对不对啊 这样写是不对的啊 商错位了 应该这个6放在什么位置呢 应该这个6是跟3去对齐的 说13除以2应该等于这儿 6应该和30对齐的 最后等于12 于1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道题 17除以3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17除以3 这是上4 最后余下5 那这个对不对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的余数不能比除数大 所以这是不对 余数5是不是大于除数了 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是17除3 应该是上的是5 3515 余2 这是我们经常就是 有余数除法的时候 出现的问题 就这三种 同学一定要记住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 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 有余数的除法计算 第一个 利用和除数有关的惩罚口诀求伤 第二个 想除数和几相成的几 接近于啊 被除数 第三个 而且是啊 小于被除数 商就是啊 几 你们看 在用数式计算 商是一位数的除法时 商要写在被除数的各位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啊 再用数式计算 商是一位数的除法时 这个商要写在被除数的各位上 好同学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见 还有呢 我们下节课看